在刚刚跑完11月21日的谷草赛之后 我们收到很多很多用者的命中电话 那个数目是几乎破了这一排的纪录 收过饼的就非常多了 我就在这里向那些用了我们这个计算表很久 而这一天命中的朋友 说真的对不起了 因为我就不在这里帮你们消霸仗了 我就选了两位朋友出来 因为这两位朋友命中的朋友 是对你将来的投注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就只选了两位朋友出来说 当然时间有限 第一位就是姓郑的朋友 他就不是职业投资计算表的用者 但由于他有看上一个视频 所以他买了第一场三门彩四重彩 而收过饼 由于他所问的问题对你以后有帮助 所以我就选了这一位 不是姓郑的计算表的用者 他命中的炮掌 拿来说 另外还有一位叫做Billy的朋友 他就很灵活地运用了我们这一天 教你怎样去选换key race 强手 长期的那些码的方法 他非常灵活运用 也都是收过饼 他的方法 也都是对你以后 选换码 是有参考价值的 而且他这一天 也都是关乎这一批 绿色有云 就是我们有说过的 这一批码是有点启示的 我也想在这里说给你听 等你以后 遇着同样的事情发生 你就知道 怎样去选择这一类码了 第一件事就说 陈生 他就说 他不是我们这一批码的用者 他是刚刚经过朋友介绍 看到这个频道 看到上一段视频就说 第一批码就是关于盈酒杯 我们介绍盈酒杯向你推介的方法 所采用的步骤 是什么步骤呢 其实就是 告诉你这批码来自key race key race的意思 中文就是 你喜欢怎样译也好 意思就是说 那场赛事的头三名码是很强的 你怎么知道很强 很容易看的 他再出再有表现 特别是同情再有表现 如果那批对手再出 在更高的班次有表现 那更加强 那当然是 最好是在同情 所以我们 介绍给你 这批码来自我 不是用tips的形式告诉你 我们是告诉你 你听那个步骤 他怎样选择这一类码 所以让你看到他的真正实力 是隐藏在里面 如果你不用这个步骤 你是很难看到他 你只是看到他上一仗 在五班跑第三 对不对 这位郑先生 他以前很喜欢抢这一类码 他说 但是很不方便 因为他平时用在报纸 或者其他 就很难找到 Key Race那些 马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么多只马 你只看就死了 是不是 所以他就问 他就说 他中了这一天之后 就立刻订了这两个表了 而他的问题就是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有些更省时 更方便的方法 是找出这类 强的Key Race 马匹 特别是同情那些 而且最重要是省时 是透过这两个表 因为他订了 我就在这里 首先就多谢这位郑先生 我就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 这一牌的计算表 和支持数据库的团队 OK 首先说一说这位郑先生怎样做 他说他很简单 他一看完他就知道是Key Race 因为我们已经告诉你 他以前一向都研究这一类码 只不过是不方便 所以有时的效果不是那么好 他说经过我们这样看 他就立刻扔掉这两个表了 那他怎么买呢 他说其实他就正正就是 跟我们的视频里面说的 在实力码那里 我们就说 这一场的同城实力码 不多 所以做什么要抗这一扎 这扎是什么 是他情 上将 贵内的实力码 对不对 那我们就 拿了这批营酒杯出来 讲码胆 所以他就怎样做呢 他就用这批营酒杯 做单式码胆 因为他 认为我们说的没错 他是在四班的 Key Race出来的 今次是五班 而且还是同城 所以他拿着营酒杯 他第二都不排了 排第一 而且还有潘顿旗的 又不是大阳门 所以他就拖了两批同城实力码 然后我拖上将他情的实力码 相同的场地 就是草地 谷草 他就没有选到田泥这批 万霸 第一 他就来自田泥 第二 这批码是 没有谷草千八的表现战绩 第三 他的档位是最差的十二档 所以他就没有这一批 第一 女后大师跑第二 奇妙升肝跑第三 小奇妙跑第四 三龙祭就派千八 四龙祭就派万叉 所以他就收了 三百六十元就收了 万九元 当然他非常开心 他也很期待 他就进了我们这个团队 就是扔了两个表 所以他的问题就是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快捷的利用这两个表 是找到key race的强手 我选这位朋友出来 就是他问的问题非常之好 是对你以后选择这两码 有非常大的帮助 OK 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方法是有的 怎么做呢 第一个动作 你就一定是看同城实力码 近将的他城实力码 对不对 除了这个动作之外 如果你想有效地 找出key race的同城的 就是很强的赛事 key race那场赛事 有一个非常之快捷 和有效的方法 就是做什么呢 这样做 去所有赛职那里 首先你就选上季至今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上季至今的赛职 前季就会太久了 我们就不要教他了 OK 然后找什么 找同城跑第一的马 找同城跑第一的马很容易的 你可以在路程那里选项色 我们第一个色一红色 就是同城的了 然后在名次就选一就行 当你选一了 这一场赛事 由上句至今赢银个同城的马 马就马上了 你就可以看 当然了 你不喜欢选项色也可以 你就是选马场路程 当然颜色比较容易 可以选菊草 同静在千八也可以 选第一 奇妙升纲 奇妙升纲 前仗赢这个路程还是轻盛 一定有形式 前仗赢同静贵来 可以继续看第二名 看第二名容易 第一 看班次第二 看年纪 有时候第二名是年轻的 然后隔一段时间出来 因为各方跌了 或者念码师在部署 减分 令他好分 都不奇怪 所以要减第二 当你减第二 就已经看到了 有两匹 但是当你把你的聚焦 眼球放在斑壁那里 就看到吗? 盈酒杯就很清楚 原来有一部分 在四班上轨跑第二 而且不是老 五岁而已 那怎么做呢? 接着 当你见到这个动作之后 你就选回 清理了所有东西 接着就选盈酒杯出来 你要看他什么马 是什么老马 可能有些八九岁 他上去在近的班次赢 但他的成绩越来越差 因为他越来越老 那些马呢 你就要打他折扣 但他不是 这匹马 是来的那时是73分 外地已经会赢马 如果文匯73分 有表现 他一直减下来 其实他正正式式 这一天 这场赛事 是起步的 在四班起步 现在是潘顿旗 对不对 所以 你看到他之后 下一步 你就看看 那场赛事的头三名 当然包括他 然后你就去 职业数据库 我这就不重复了 上个视频里有说的 你就去职业数据库 在总资料库 打他的类号出来 你就知道了他之后的表现 你就很清楚 这场是否一个key race 这样做 就很明显就看到了 是很方便的 你看到这匹马 是这一天起步 但之后 不知道什么原因 一是可能 那个form跌 或者念马师 觉得不如 我刚刚起步 我将你评分再减下去 在下面 赢面的更加高 还有被人有个错觉 就是他上将跑 那五班 二千亿都是第三 而且还输得很远 四个几星位 觉得他一般 所以他不是大严门 也有可能是 念马师部署的假赛职 所以当你看到他是同情 近高的班子得的时候 你就再看这一批是什么马 就很了解了 这是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就整日整日 我再重复 整日整日 发生的 当然不是每一日 和每一仗 但是你 继续做这个动作呢 你就整日都尋到宝 好了 那我就在这里 恭喜这位 郑先生 他就用了这个方法 就跟回视频的方法 就中了三龙仔四龙彩 就收饼器 而且加入了这个团队 我在这里欢迎你 也都说一句 继续用这两个表 继续用你自己的买法 你还会有牌中 OK 现在还说有牌中 大野 好了 那既然说了 我们说教你怎么用盈酒杯的方法 这一天 其实有很多场次 都发生了同样的事件 而另外另外一位用者 他就正正利用了 第七场 你留意那一笔绿色有云 然后再运用 怎样找key race的码 他就找到 第六场 和第八场的两匹 同一类的码 然后买marble 射绿色有云 和绿色有云 再射第八场 他怎么做呢 我现在告诉你 第六场 亦都是同样的动作 是什么 161650 第一件事 路程 即是同程 马桂 上句至今 名次第一 很重要的 一扎 这场是四班 只看这一扎 你看到什么 记住留意这里 是否有三班赢的大运气 接着呢 马玲 有个四岁的 这位billy 就在Email里 就告诉他 他为什么种这些marble 所以这个动作很重要 有时候我们都会留的 但是我们 就告诉你 如果我们留 希望你自己不留 所以这个动作 我就不一扎 做一做 不会浪费你很多时间 就见到大运气了 好了 看了 因为他是三班赢的 在上季的 大运气 其实他不是一匹老马 四岁 他现在都五岁 他在这里 赢了 三班 评分是72 现在落到459 就是评分肯定有利 而且他又不是七八九 那些老马 第二 就看这里 大运气 是跑第一 他赢的那匹马叫做 惯性共赢 是不是A154 长字就是上去106 OK 那你就可以去数据库那里 然后去资料库 旅号那里打 那这里 然后等于A106 错了 看看先 sorry 是A154 关声共赢 是不是 是这一仗 在三班 看到吗 这笔大运气是赢 关声共赢的 关声共赢 第二 关声共赢 下一仗再出 是做什么 在同程 看到吗 第一 那就是说 比这 这场赛事 那个大运气是三班 被他击败的对手 下一仗再出 立即同程 第一 那就是说 被他击败的对手 是一批强手 这一场也是一个key race 是一个同程的key race 第一 那就是这一班 有三班的实力 记住 今次是四班 和第一场很相似 接下来 赢了你来 上仗第一次 四班跑 是吧 是排外档 虽然跑第七 但是他是什么 输两个身位之内 意思是说 如果你是有去那个 实力码 那我们承认这一场 我们其实就看漏了 这一匹码 那所以我立即拿出来 说第一 自己再看见第二 make sure你 以后遇到这样的情练 就不会走漏 那这个动作 你就要试下做了 那他是属于上将同程的实力码 虽然他跑第七 但是他是两个身位之内 是不是 那今次排的档 也是高总理的 杀嫂田泰安 而且排的档是内档 所以这位朋友 好心水清 他就做什么呢 他就拿着这一匹码 ok 就买什么 大运气 他买marble 那我说六色有运这个启示 这个video主要说 他有什么启示 有两个启示 第一 当你有一匹冷马的时候 薄过的冷马 就不是拿来 将这一匹冷马 要鼓的 是周围去穿 或者过关 因为你不知道 是不是 当你有20倍以上 那些什么启示冷马 的时候 你最好拿来买win 或者抹黑布 已经够了 因为你买几个水 就可以过饼 是不是 因为他本身已经够冷 你不要再在这儿搞 又拿着他做蛋 买Q 过很多关 你是白白浪费了他 几十倍 这个什么机会 所以要冷 就这样做 那我们说的是 买三龙彩 四龙彩 和买Q过关 那些通常是热门马 是不是 热门马 因为你买win pay 你是没肉吃 你是没得赚的 所以你要赢过饼 就一定要买过关 Q过关 或者三龙彩 或者四龙彩 所以这位朋友的策略就非常之好 所以他买了什么呢 就是买了一百元 第六场的大运气 也都是来自Key Race 射到第七场的绿色油云 没东西买了几百元 其实他主要都是 因为你那个大陆场那批大运气 都不是超级大门 所以你就算买win pay 你吃不到的 即是没肉吃 所以他就买了一百元马尾 好了 第八场 又有这样的事 第八场 又有一批这样的马 上将至今 同情 这一场是三班 第一个就在这里 三四班 如果你按第二 看到什么 是否看到一批 范哥尔是二班赛事 同情在二班 跑第二 而且还是四岁 即是说 刚刚起步的 側身马 不是老人 当然 最好看一看 即是你选范哥尔 所以如果你有留意 昨天 第八场 开始 马会有公布 这一批范哥尔是有什么 是巨雅个惯 为什么 第七场 荒交霸 吃到刑 是吧 潘顿 第八场 亦都是 我们不敢推荐这批马 是因为 我们觉得它是 排个档不利 但是 当我们听到 林长听到它 说有巨雅过关 你就知道 那个幕后 觉得它排这个档 也不怕 当然 他为什么这样想 我们之前看不看得到呢 我们这位 Billy就很深水清了 他用同样的手法 就是我们第一场 如何找key race的方法 OK 就看到 他是二班跑第二 很快 你想想 多数分钟已经知道了 然后拉过去看 对手 还不用说话 不用说话 他输的是 黄虾黄 是 现在短图 今季 到今时为止 是一笔短图黄 黄虾黄 他的时间 这笔范果月座的时间 都是1分0分47 是快过二班上去的标准时间 1分0分75 再配合他 如果临场有票你就知道 有巨雅国关 你就知道他很胆 应该很稳健 所以这位朋友很深水清 他就买了 这一天用了300元去投注 他怎么投注呢 第六场 用一笔key race的大运起 买一构水猫宝 射到第七场 绿色有运 接着第二注就是 绿色有运 射到第八场的猫宝 范果仪 当然 这个范果仪 他买的时候 他不知道是雅洛菲 因为他全部套过key race 来的 然后他买了 六七 孖宝一注 七百 孖宝一注 二百元 再买一场 三宝 六七百 一百 就买了三百元 六七孖宝 七百孖宝 六七百 三宝 三百元 这三百元 他说 用意就是搏这一把绿色有运 输了 输了三百 但如果搏到 就 早就要过饼 所以我们这个channel做 整天 告诉你 一天 如果有心水的 就买几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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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元 那些 因为那些 几百元搏 几百元 几千元过一万 都没用 最好以小搏 但一定要这样做 如果你是一个打工仔 除非你是超级富豪 我没有东西 如果你是超级富豪 就不会在这里看这个channel 是吧 他三百元 就搏 这匹马 就运用了所有key race的手法 搏不搏到 留下 他搏到 第六场 大运起跑第一 他的孖宝第七场 六四有运也跑第一 这口孖宝是派 1516元 他买了一块钱 就是收15000了 是吧 好了 接着大陆场是第七场 大陆场在这儿 不是 就是第七 是第八 那不幸 第八被红星这样冲上来 竟然霸卵赢了他 但是 就是 他的安慰奖都收151元 是不是 就是都收1500多 你看他三百元 他买了三百元 就算前面不中 他这个也有得赢 接着三宝也不幸 是收不到正账 这个正账是38000了 他收到三宝是1536元 但是他买了一百元 也收15000 所以他这一日三百元 收三万多 他就正正用了我们 就是范哥怡 怎样找范哥怡 这个手法 所以说 在这个channel 如果你自己喜欢跑马的 记住记住 很重要 我们就不是告诉你 我们这个心识 照跟 不是 我们是给一个方向 你跑马的手法 然后你运用你的工具 就是这两个表 去在地上 找出你的密码 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不断命中大 就是他们这班人 喜欢自己跑马 而且用这些我们 介绍过 推荐过的方法 是不断重复命中的 至于 绿色有运用 有什么启示 两个启示 当你有一批薄 一批难换的时候 如果是WIN 如果20倍 那些30倍 你可以买WIN 因为你买几百元 也有机会收个饼 还有你可以 用它的WIN 来做MARBLE 看上 看下 看有什么心识 这样去买 你就可以少一半 博得更加大 这是第一 第二 我们说过了 当这些质身马的时候 跑了很少一两张那些 插斑那些 三斑 或者更高板斥那些 你一定要看 外地的赛绩 那我就不从谱了 你可以看上个视频 我们有讲的 但我留了一样东西 就是很重要的 这匹马 是什么马 你看到 它是刚刚在外国起步的马 它其实是刚刚起步很强的 因为它跑得少 而且一出跑第三 跟着就两弯 这些是什么马 这些说明 就一定是刚刚起步的实力马 它不是说在外国跑了十几张 上两张又跑第四第五 那些马可能已经用尽了 这些一看就知道 不是用尽了 就是刚刚起步 所以你欺负了 那些偷的崩溜物体 是有这样的特征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看到在外地 是懂得赢的 但是已经跑了十张 十一张 十二张 然后上三张又跑第三 第五 那些就是 它上三张的成绩一样 在外国 而且还隔了这么久才来 那些就不稳定了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第七场 诺菲律得很厉害 那些赛亚那批马 第一 他来到这里跑了很多场 第二 他在外国也跑了很多场 但是他没有这个特征 这批哪个哪个 我留给你自己查 他就没有这个特征 如果你记不记得 我来推介这批马来的原因 就是 这位练马师 是 今季第二次重复这个动作 就利用 他在外地很强的赛绩 但是 在香港没有表现的 就把所有的马迷 而做到一个 好好分的效果 这次 是第二次的了 是不是 第一批呢 记不记得是什么呢 正彩辉煌 这批马也是插三班的方家批马 是吧 初次出今季 谷草千二 记不记得10月10日 他就爆了一个十八倍的浪漫 是不是轻盛 是不是 那其实 六四有运 请问是否轻盛呢 对 对 也是 那为什么这批 精彩飞煌是这样呢 你看看他海外的赛绩 看不见他是一批什么马 其实这批马之下 我们有说过 是不是 他再出跑第二个仗 我们有说 在外国 跑三仗 赢三仗 那就是说 这批刚刚出来比赛的 一出来就赢 连引三仗 他是不是一批 健进啊 评分 当然不是 是刚刚起步的 还是强的 非常之强 这样的强手 那个联马斯下来 难道真的被你一批 跑同情 跑得很近走光 然后变大热门吗 是不是 如果你是练马斯 你都不会这样做了 所以 今天讲这批马的启示是什么 当你看回之前那批马的实力的时候 他有那些跑得不多 然后整天都不脱 还有很连续适赢的那些马 就是你特别要留意了 因为这些是对起步的实力 而且突然之间 这张强倍啊 那些什么 冷漫的 你是可以博的 但是博的意思就是 你拿几千元来博 是吧 你拿几百元 不中就下一次咯 这批实马 强的马 是有机会的 但是你用几百元 去博几千 博个万 你就可以有机会 在这批马身上 博几次的 是吧 你几百元买 你博三折都是九八 是吧 所以用意就是这样 所以今天关于这批插班的不明物体 如果你想考虑 你可以考虑用这个方法 就是 我在这里说给你听的方法 多点留意这类马 特别是冷漫 就可以买几百元 然后就好像这位billy 这样去用 冷漫的就不妨买下 马尔布 将它搞得这么大 输 输几百元 赢就赢个万 好了 记住 如果你是阶级计算表的用者 这些方法就记住了 因为你已经有两个表 可以多些运用 当然了 热门那些 当然是拿来做Q胆 就买过关了 因为你那个过饼 是靠过关来的 但如果冷漫的话 你是可以买WIN 或者Model 如果你还没有这两个表 即是资计排位计算表 以及资计数据库的话 我就建议你 现在 立即去这里 即是我们任何视频的下面 如要订阅请去以下 按这个位置 按进去 你就可以立即订阅这两个表 因为订阅这两个表 你每个资计的成本 都是三十元 几乎等于你买一本马寶 的价值差不多 如果你在这个频道 看我们的视频 而你是没有这两个表 的话 我们一直一直推荐 那些很有效的方法 你可能会跟不上 因为未必知道我们说什么 但是你是透过其他 例如报纸 马寶 或者上网那些 你要做到的效果出来 你会花很多很多时间 是绝对不值得的 我可以告诉你 因为人 钱是可以找得回 是时间 这一世都找不回 所以不要浪费太多时间 一跑马跑两天 就忽略了家人 特别当你有小朋友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你 是非常之不值得的 和自己最深爱的人 将那些时间花在他们的身上 这个才是最快乐的事 所以千万不要做 为了跑马、倒马 忽略了身边最爱的人 所以要做这个效果 你就必须有一个很快 可以令你做到很多效果的工具 而且那个价钱 等于买几份报纸 和一份马寶的价钱 所以如果还没有的话 我就建议你 立刻去我们任何的视频 下面要订阅请开议客 立刻订这两个表 订到之后 如果你还没订阅这个频道 我就建议你在这个位置 按订阅 因为有新的视频一出 你就立刻会知道 为什么很重要呢 因为我们一直会教你 如何利用这两个表 去有效地跑马 而且会告诉你建议 用什么方法下注 是最划算的 意思是说是用几个水 是薄个饼 千万不要一个赛日 买几千元 都说了 除非你是有钱佬 我没东西说 如果你不是的话 如果你是打工仔的话 如果你每个菜 买一千或者几千的 你是不需要的 你可以只买几百元 然后将剩下的那些 那些过千元 立刻存下去 将它用在 每年请自己家 亲爱的家人出去旅游 或者将它放在你自己 如果你有孩子 放在他们以后的大学基金里 这个才是人生最有意义的事 你又开心 家人又开心 所以如果你是平时买很大的 麻烦你听我的建议 立刻断 每个菜买几百元 但买几百元 不代表你赢不到大钱 你必须要很smart 聪明地去下注 的意思是 在这个频道我们教你 运用这两个表 所选的码 全部都是一类码 就是实力码 重要的是说三句 实力、实力、实力 和方 即是近将那些 因为为什么呢 跑马是一个运动员 即是人类游泳 或者比赛 跑步的 实力、近将的实力 才是最重要的 等于买浪拿到 难道你买之前的大寿 现在是施浪 他是近将的实力分子 等于你是打完 打完再说什么 打麻将不是讲求运气 打麻将是讲求一样东西 就是什么 记牌、记牌、记牌 只要你天天练记牌 长线同一阵 不太懂得记牌 或者不注重记牌的人打 即是你便未必赛赛他的 但尝尝 你就常常可以保持赛他的 这个道理 在赌马上是一模一样 因为你抠的码 全部都是实力的码 所以我们在这个频道 教你或者建议或者推介 两种东西 第一 第一,你赌码还一定要去基本那里 即是你所买的码必须实力最好童静的 而且更有范,即是紧张的 第二,你的买法投注的策略是必须以小博大 必须要用过饼来做一个目标 等于你五倍的码,你买五个水WIN 你是过不了的 所以你就放弃了 这下频道会教你过 – 集中买实力码 直行用小本去拨大小的技能 凌� Forte 的效果 第三就是非常重要 千万一国的差活没卷得太大 最好就 przysz了 如果你已经有努力了 如果你现在是买过签的 听我说立即剪一门 或者剪三个水四个水买 然后干什么 拥有这两个表 这样你就一直在这个圈上跟着我们去 我们有很多新东西就来的了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可能跟不到的了 就不知道你说什么了 如果你知道的话 你就好像很容易 好像我们那些用者那样 是可以整天整天种到大野的 OK 所以还有的话 我建议你现在努力按这里 如要订阅去以下 努力按这两个表 因为分分钟在未来的水 博到大野那位 那位人士就是你了 千万别不信 我们有很多用者都是第一次用 就立即博到大野的 OK 好了 如果你是想多学一些 关于如何用小本去博到大野的买法 或者爬马的方法 那当然 建议你订这里 是不是 按这个位置 订阅 新的video你就不会错过了 OK 如果你觉得今次的内容 对你以后的爬马 或者简马 或者投注方面 是有帮助 或者有启示的话 就不怪你在这里 OK 在这个位置 like那里按一按 不断鼓励一下 好了 那我就在这里 预祝你在未来的赛日 又过多关 又过多大野 不断鼓励一下 我一定要趋好 层没有 那边